我們今晚也要駕駛舞台 我們就用超能力編輪你 Let's go… 我們今晚會不會配合 Zither Harp 已被使用 超能力 實在而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C nesse jogo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会不会是你回忆的谎言 不可能 不可能 只只不过是我第一次发现 你的话 有多漂亮 你是否有超能力 说光在你全部都没有痕迹 不可能思议 原来你的超能力 舍弃能够放弃我所有回忆 我讨厌你 哦 我好想代替夜晚想念你 我讨厌你 空里的微作是在无聊冷静 天下无敌 我从未想过有一天 会感觉不能适宜 一生记得就像世界 第一把个奇迹 超能力 身权能够放弃我所有回忆 我听说你们其中有一个负责表情的控制员 管理员是否 Charlotte 小宝宝 从最初的时候 可能我们每个人的表情风格都不一样 但我们现在越来越一致 之后我们的眼神就可以电死你们 很可爱 好,先问问你们的导师 这次是他们第一次拆了四个人出来 去跳唱 其实对他们的心理压力是大的 因为这首歌和原装的版本 也有很大分别 这首歌是要他们唱出 有少少的女人味 有少少的声感 我觉得他们是有做到的 那总监 六位一看 就没那么容易在他们每个人 但四个人的时候 跳错一点、唱漏一点 大家很容易看到 所以那个压力是在的 是 在他们四个人 其实是帮助他们 向这个道路早点成长 合格吧 合格,那就最好 好,我们请一对四的男队 Duncan出场 先问问我们的评审 首先问诗君 其实在大家很初期的评审 海选的时候 我已经很喜欢这样 选择了Duncan 你不用特别开心 看了两个单位的演出之后 确实我觉得Six的表演 以及他的唱歌 好像仿佛比Duncan 你更加相信自己 不好意思 我现在又会选择Six 谢谢 那一盏红灯呢 谢谢 谢谢 恭喜Six,周石瀚 跳舞方面 我觉得很有活力 而且能做到一些女人味的性感 我觉得还可以的 但有点不让自己有的想法 所以说回前一点的Duncan 我觉得刚才的设计 虽然是很好的设计 但可能未必适合你这个唱法 那种设计是要很有魅力 要爆出来才行的 而你刚才唱歌的时候 根本是有点吃力 Duncan,没办法 本来对于大家来说是一个很大的突破 但很可惜 偏偏你遇上的就是Six 会否这样令她也会被红灯呢 Duncan 恭喜两盏红灯 Duncan 好了 这个时候我再问Six Six Six 我这次有点意外 因为我上次看了Six 我已经看到她们的能力 四个,我觉得这次 其实我不太感受到你要给我的能量 反而Duncan感情咬字方面 整件事都踏前了一步 正如这个节目要超越自己 这次我选了Duncan 谢谢 我这边上场给的就是 藍灯 恭喜Duncan 恭喜Duncan 各位评审 究竟想看她们更多进步 还是看到她的突破就已经足够呢 藍灯多还是红灯多呢 一起看看 Dunc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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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喜鸿队 謝謝… 20分 好嗎?謝謝各位 謝謝… 謝謝… 謝謝 Six 你唱得很紅 你唱得很紅 不要緊的 不要緊的 我都知道不要緊的 不要緊的 你們要不要打四個 對呀 你唱得好… 你唱得很棒… 最后 Chic 谢谢观看